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是放手 引导 让他们展翅翱翔 一 逼着孩子长大 很残酷 也很现实 我只养你18岁的作者老周对儿子说 我只养你到18岁 从明天起 你自己想办法养活自己吧 在大多数的家庭 父母都会对儿女说要如何养活自己 可是背地里并不忍心看着儿女在外面拼得伤痕累累 还是会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儿女成家立业 可是老周说到做到 丝毫没有回旋的余地 从儿子13岁的时候开始 老周就逼着他运动 读书 不准乱花钱等 儿子20岁的时候 老周送给他一双鞋 意思是靠自己走路 儿子抱怨 要我自己养活自己 你知道我吃了多少苦 天底下有你这样做父亲的吗 父子的关系不欢而散 儿子在北京艰难地工作着 即便吃了很多苦 也不会找家人诉苦 有一位主持人说过 父母看似任由我闯荡去按照自己的路走 其实他们的目光一直盯着我的背影 看似残酷无情的老周 心里一直牵挂着儿子 只是他不会流露出来 在某个论坛上 他传话给儿子 第一 站直了 别趴下 第二 找高手链 打他的下巴 如果教育儿子不仅要看身边的人 还可以看动物的劣质故事 在野外出生的小鹿 刚刚坠地就被母鹿踢打 直到小鹿站起来为止 母鹿知道 野外的生存环境是很残酷的 如果不能站起来 遇到狼或者虎豹 就没有办法逃生 一只老鹰 把悬崖上的巢穴打翻了 幼小的鹰 战战兢兢地张开翅膀 老鹰知道 如果孩子不能翱翔天语 就不能成为天空之王 连谋生的本能也会弄丢 丛林法则告诉我们 适者生存 不适者淘汰 到处都有竞争的压力 一些看不见的地方 也有竞争对手 当父母对儿女 大包大揽的时候 是否想过 等自己老了 走不动了 还是会帮不了儿女 反而在那一刻 看着儿女 手足无措 连生存都很困难 二 真正聪明的父母 多半是心狠的 作为父母 在社会上扮演着多种角色 打工人 创业者 教育者 中年人 父母的儿女等 今天的儿女 也会是未来的父母 不管是否愿意 都必须面对残酷的现实 对儿女心狠 不是恶毒的想法 也不是抛弃一切的爱 而是做人的远见 把儿女人生 当成一场长途跋涉来看 父母只是陪伴一段路而已 第一 逼着儿女读书 走进枯燥无畏的文字里 先给大家讲个小树苗的故事 一个孩子问爸爸 为什么要读书 爸爸就说了小树苗的故事 他说呀 小孩子就像小树苗一样 会慢慢长大 当他长到一米多高的时候 他就有用了 可以用来当柴火 给人取软 但如果让他继续生长 长到碗口粗细 那他不但可以做柴火 还可以用来当顶木做房梁 要是他继续长成参天大树 用处就更多了 可以有更广泛的选择 结果是打家具 造船艇 甚至有可能当神术 既给人遮阴 又给人膜拜 小孩子的成长也一样 当他只有小学文化的时候 当然也有用 但只能适应从事一些 体力劳动 当他有了中学文化的时候 选择的范围就大了一些 可以从事一些 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工作了 当他具有更高的 大学生 研究生 博士生文化 相应的就能够选择 更具挑战性的工作 也能够有更大的成就 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所以 读书的真正含义 在于让你具有更多选择的能力 读书的人天地更宽 可能的成就更大 孩子的天性就是贪玩 酷爱读书的孩子不是没有 但是不多 作为父母 应该激发孩子读书的兴趣 如果诱导不行 那就狠狠地逼他们一把 事实证明 当孩子的成绩越来越好的时候 读书的乐趣就有了 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功劳 是父母的狠心 第二 对儿女的婚姻和家庭 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 在我国 婚姻自古以来都是父母之命 没说之言 其实按理说 这个传统也挺好 不见得这个婚姻策略有多么差 古代都是这么沿袭下来 我国依然是世界上的大国 神口大国 但当婚姻自由 在我国提出并实施的那一刻起 一路发展至今已有数十年之久 婚姻观念也有了几大的改变 无论是婚前 婚中还是婚后 人们不再把婚姻 当成繁衍后代的使命 而是开始享受婚姻 享受幸福 善儿 我们的父辈们 即使被数十年现代婚姻观念所洗涤 依旧难以摆脱传统的思想 还是想方设法地 想要去干涉子女的婚姻 其中 不分父母的言行举措 实在是令子女苦不堪言 老话说得好 儿孙自有儿孙福 如今已不是媒妇之言 父母之命的时代了 当儿女成家了 那就少去管吧 即使小夫妻吵架 也只能看看 不要多言 也许 他们过几天就和好了 解灵还须 寄灵人 父母的插手 只是会破坏家庭 当然 家暴之类的恶劣行径必须管一管 第三 让儿女尽早失去父母这座考山 一个人 如果对父母有看法 有意见 那就拿起计算机 给自己仔细地算一笔账 从出生那天开始 一直到18岁成年 当然 在中国内地 这个年龄 可以放宽到23岁 这个时候 大多数人都完成大学学业 可以自己出来上班赚钱 但出来上班赚钱 并不代表 从此父母就不用给你钱 因为还需要结婚 生子 创业 购置房产等一系列的人生目标 在这个过程中 粗略估算一笔账 从出生到毕业 每年多少的生活成本 还不算中间 可能出现的疾病 医疗费 每年节假日 春节这些重大节日的红包 福利等 哪怕到了自己能赚钱 有了家庭 父母还要给自己的孩子 不断地花钱 直到他们最终 撒手人寰 这样一算 很清晰 你欠了父母多少 这辈子 你是永远还不清的 到了30岁以后 还天天啃老靠父母 这种思想 在一个正常人看来 那就是与寄生宠无异 成年的儿女 如果缺钱了 不能白给 而是要有借有还 尤其是有几个儿女的家庭 避免因为偏心 导致家庭不和睦 别担心 只要儿女不偷懒 总会有办法生存下去的 不能在大企业当经理 也能去工地搬砖 这个社会 恶不死一个愿意劳动的人 作家龙印台 在目送里 写了这样一段话 我慢慢地 慢慢地了解到 所谓父母子女一场 只不过意味着 你和她的缘分 就是今生今世 不断地在目送她的背影 渐行渐远 你站在小鹿的这一端 看着她逐渐消失在 小鹿转弯的地方 而且她用背影 默默地告诉你 不必追 总有一天 父母要目送儿女远行 这不是残忍 而是规律 就像动物世界里的 弱肉强食一样 作为儿女 应该懂得 恰是无情 最有情 中年的父母 对你很无情 是恨铁不成钢 年迈的父母很无情 那时他们变老了 连自己都管不好了 想要爱你 心有余 而力不足 作为父母 不应该把儿女 当成神童 而是竭尽全力 让他们 有本事 成为独立自由的人 儿女越有出息 父母老了 才越有福气 作为成年人 独立生活不苦 依靠别人才苦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